兰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想跟兰友们分享一下 什么是兰花春花 最近好多兰友在问我冬季 尤其像北方有过暖的地区 怎么给自己的兰花做一个春花的处理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 什么是需要春花的品种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孕育花苞的 但是它孕育花苞并不开 它要等到2月份之后才进入花期 比如说像春兰和连半兰 它的花期一般是在2月份到3月份之间 阳历2月份到3月份 然后惠兰的花期是3到5月份 它都是这个时候出花苞 但它只是孕育着花苞并不开 它要等到花期的时候才开 是这些品种是需要经过一个春花的处理的 如果我们这些需要春花的品种有花苞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低温的春花 如果没有花苞的 像我们这些北方有过暖的地区 我们尽量把这些花放在屋子里面 比较温暖的地方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没有出花苞的话 那么它就已经出秋芽了 没有花的是不要去做春花的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 冬季的话尤其像我们有供暖也是挺好的 这个兰花它可以正常的去生长 而且冬季我们这阳光又好温度又好 整个这个冬季的话 它正好是长苗 这个的时候秋芽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就成为春苗了 基本就快要成苗了 到秋季的时候它也就能孕育花苞了 所以蓝友们这个要分清楚 只有有花苞的才需要春花 那么这些需要春花的品种 我们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冬季最好是保持在这个低温 不要超过零度 不要低于零度 高温最好是不要超过15度 然后这个之间最好还能再有一个温差 就是白天的时候在十几度 然后晚上在两三度左右 不要低于零度 就是我们看书也好 看什么也好 就是比如说一些产兰区 它那冬季的时候可能有个零下三五度 但是惠兰并不会受到冻伤 但是像我们这些飞茶兰区 尤其是北方 我们为什么不能残造 南方是湿冷 像我们东北如果低于零度的话 马上就结冰了 这个所以东北的蓝友不要去尝试低于零度 很容易就让这个兰花根受到冻伤 那么像这些有花苞的品种 尤其我们北方的蓝友 这个时候晚上已经三到五度了 但是我们这个月底基本上就全面的进入供暖期了 我们从室外如果一下子就把它搬回到室内的话 这个温差还比较大 所以我建议蓝友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兰花搬到室内来 避免供暖的时候 因为我们到供暖的时候 基本上室外就已经有接近零度了 但是室内一下子就二十多度了 避免这个兰花突然从一个低温的地方挪到一个高温的地方 这个也比较容易引起兰花消暴 我们这个时候先把它搬到室内来 不要在室外继续练苗了 另外我给来我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们东山省或者北方有供暖的地区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春花呢 这个时候先不要进入春花期 我们最好能够保持在十二月份左右 因为现在是不到十一月份嘛 我们最好是先在室内放一个月 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花暴孕育期 这个时候温度稍微高一点 还好它不会导致它消暴 我们从十二月份开始进入春花 进入春花 然后到花期的时候 正好春花这两个月六十天 我也有看到个别的说春花一个月 这个春花一个月是不完整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春花 春花就是让这个兰花从营养生长 转为生殖生长 什么是营养生长 就是兰花在长叶芽 这个时候就是营养生长 生殖生长就是它在孕育花苞 孕育花苞它好繁育后代 这个时候就叫生殖生长 我们要保持这个低温 喂的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兰花 它进入低温期之后 会停滞生长 然后兰花的根 水晶头会萎缩 会回缩 这个养分会回流到炉头上 然后炉头供给这个花苞养分 这样的话 等到我们春花期过了之后 温度升高了 那个兰花的花感迅速的就会拔起来 尤其是春兰和惠兰特别明显 因为惠兰的花感一般都是很粗的 而且惠兰着花特别多 如果春花不够的话 春兰也是同样 春兰又名铺地兰 因为春花的不够 它花感拔不起来 它贴着那个盆盐就开了 正常的话 春兰那个花感拔起来 那个花与叶齐瓶是非常美的 但是开成这种铺地兰的话 就挺遗憾的 我这里跟北方的兰友 尤其是有供暖的兰友 分享一下我之前花比较少的时候 是怎么做春花的 因为我家之前也是住的楼房 温度也比较高嘛 我现在花是特别多了 我现在有了一个专门的春花房 就是低温的地方 留着给兰花做春花的 那么我们在楼上 这个白天晚上都是一个很温的地方 我们怎么做呢 哎呦我们现在看我配的这张图片 然后我们去宝宝家搜 就搜这种帘子 就搜这个窗贴 就是塑料的贴 我们就是贴在北面卧室的 这个窗户上面 这个地方 然后它那个是有一个拉链的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白天的时候通通风什么的 晚上的时候 我们再把那个链子拉上 一般像我们北方 这是有供暖的地方 我们如果在卧室这个窗户 拉上这个帘子的话 就这个塑料的帘 那么大部分呢 这个帘子里面的温度 白天也是不会超过15度的 晚上大概就是几度 这个还是挺符合春花要求的 来我们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那么放在北面阳台 北面这个卧室的窗台 还是见不到直射阳光的 我们北方的蓝油有供暖的 如果你室内 没有这个低温的地方 就是又有光 又能够低温的地方 那么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在阳光与温度之间 一定要选择温度 因为温度是直接要决定 我们春花条件够不够 能不能让春蓝会蓝开花的 阳光呢 我们这两个月之内 有这个明亮的散射光 是不至于导致蓝花消暴的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另外再给蓝油们 现在先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经过这个 低温春花的时候 比如说二月份 我们想把这个蓝花 拿到室内的时候 我们北方这个时候 供暖期还没有结束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拿出来 一定要让这个蓝花 慢慢慢慢的去升温 这个升温的过程 至少要持续半个月以上 才可以 不然你猛的一下拿出来 那个蓝花将将的开始拔剑 很快就会消包 这就是温度提的太快的 我之前吃这个亏 吃的特别多 这里先给蓝油们 啰嗦一句 以后我们到花期的时候 我还会陆续的 再给蓝油们分享 今天的视频 就跟蓝油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